新北市双核医院一早有三名护理师 被确诊者持刀攻击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带着押金红包 赶去医院探视慰问 详细状况连线给记者张童 好了 直播观众 今天早上呢 在新北市双核医院是有名确诊者 他持刀攻击了在现场的三名医护人员 那新北市长侯友宜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是赶快的前往现场来慰问 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市长是来帮你押金的 小红包给你押金 我给妈妈 给你押押金 押押金 希望你到门后平安 爸爸妈妈也平安 双核医院也要平安 希望我们这疫情第一过 对啦 好不好 那你到家里来讲 好了 可以看到了新北市长侯友宜呢 是全身也穿着防护的装备 到达这个病房里面 因为今天早上呢 在双核医院里面呢 是有三名的护理师 为了要安抚一名情绪不安的确诊者呢 当下上前关心 没想到这个确诊者当时呢 是喊着想要出院 不想要再隔离了 就持刀来划伤攻击他们 那一共三名护理师呢 身上分别是手部 还有腹部通通都是有刀伤的 其中一名护理师伤势稍微比较严重 还进到开刀房里面 那索性呢 现在三个人呢 是生命都没有危险 伤势呢也没有大碍 那新北市长侯友宜 接到消息之后呢 是也赶快的到现场 来对受伤的医护人员做慰问 替第一线的医护加油打气 以上对现场的详细情形 希望时间尽头交换棚内